伯仁传161集,逐间细胞称万能道具,伯仁,木叶丸遭人陷害。 在伯仁转动画之前的剧情中,木叶丸带助伯仁等人来到了墨之国寻找即将被交易的住间细胞。 在经过一番调查后,木叶丸伪装成一名医生带助伯仁来到了交易地点见到了交易人,住间细胞持有者的管家,只不过这名管家为了鉴定木叶丸的身份居然事先给自己注射了住间细胞。 在动画最新的161集中,为了救下注射了住间细胞的管家,找出真正的交易人,木叶丸只能掏出之前本想带回木叶村研究的4月体内的抗体。 果不其然,在给管家注射了抗体之后,他很快就苏醒了。 在醒了之后,管家便对木叶丸的医生身份深信不疑,而这时候木叶丸和伯仁为了套取更多情报假装要终止交易,无奈之下,管家只能透露出交易人的真正身份。 管家的老板是一个很有钱的女人,只不过因为年纪大了容貌开始老化,所以她想用注射细胞反老还童。 不得不说,现在的注射细胞真的要成了万能道具了,连反老还童的能力都出来了。 但其实注射细胞并没有连反老还童的能力,否则当年的与制播班就不会变得那么老了,只可惜这次的交易人并不知道这件事。 随后,在管家的带领之下,木叶丸和伯仁来到了管家老板所在的城堡。 而就在两人进入城堡的时候,之前出现过的四胞胎也跟住他们悄悄潜入了城堡之中。 在进入城堡后,管家就控制住了伯仁,他准备让木叶丸在伯仁身上做实验,等实验成功之后再对老板实施。 在这种情况下,木叶丸只能先拖住管家,假意让管家去帮他拿酒,然后伯仁趁这个机会去找住间细胞。 最终,伯仁成功找到了女老板的房间,只不过当他进入房间后他并没有找到住间细胞,而且女老板还被人杀死了。 原来,这一切都是之前潜入城堡的四胞胎前的,他们在伯仁行动之前就呛到了住间细胞,还杀了女老板。 不光如此,四胞胎还杀死了管家,然后把所有的罪名都推到了伯仁和木叶丸身上,再到镇上大肆宣传说抓住伯仁和木叶丸就又冲上。 一时间,木叶丸和伯仁不但没有找到住间细胞,反而还成为了杀人凶手,一群人想要悬赏的人直接把城堡团团围住。 以上就是伯仁转161集的全部内容,究竟木叶丸和伯仁能否逃出生天,四胞胎的真正身份又是什么? 我们只能期待后面的剧情来解答了。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订阅我。 再见。